大家好我是小白 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卡佩娜里面的一张比较有意思的牌 它叫涂鸦加流芳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名字 涂鸦加流芳 street artist 对吧 然后呢它是一废 也就是一蓝嘛 然后呢它是一个传奇生物 你看这个上面 如果 不注意看下面的名字呢 你看上面 弯弯曲曲的就知道它是个传奇生物了 然后是人类浪克 那么传奇有什么特性 也就是说场上只能有一张对吧 在没有什么特殊的 别的牌的这种技能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好那么接下来呢它是新卡佩娜的牌 这是金色的 然后呢它是03 没有攻击力的一个牌 它的这个 叫什么 异能 异能就有点奇怪了 首先它是省线 其次它是守军 然后它是敏捷 这三个东西在一起的组合呢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啊 为什么这么说 一般来说 闪现和守军在一起嘛 这个时候呢 就代表它是可以上场 然后呢 是 就比如说在别人的回合里面 对吧 别人攻击你 然后你突然上场 那么打个措手不及 可以防住别人的一次攻击 那么 比如说闪现 和敏捷在一起 对吧 那会有什么用 一般来说是做攻击用的 也就是说 这个叫什么 突然上场 突然就可以攻击别 这种情况嘛 就 本回合上场 本回合攻击嘛 但是你说闪现 然后和守军 然后和敏捷 因为敏捷和守军 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是 怎么说 没有什么 相互之间的帮助了 也就是说 你本来上场的时候 比如说闪现上场嘛 对吧 你 本身就可以防御了嘛 所以说 敏捷 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咱们的这个敏捷 实际上就是 和它下面的这个技能 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你上场以后 直接 就可以用你的这个技能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技能 技能的话是两费 对吧 一费 这个一栏 一共是两费 然后呢 Tap 然后呢 具体内容就是复制目标有你操控 且未经释放的咒语 你可以为该复制品 选择新的目标 那么从头开始看啊 这个是你操控的 对吧 然后是且未经释放的 然后呢 是咒语 那么英文这边呢 是 you control 啊 wasn the case 那么为什么要拿英文出来呢 这个待会我们会来解释一下的啊 然后呢 是什么 是spell 大家注意啊 这边是咒语 spell 并没有说是这个 sorcery 或者是instant 呃 或者是生物 creature 都没有说啊 也就是说你手上扔出去的 大部分东西 都是这个咒语嘛 那么 呃 后面就没有什么好解释了 后面实际上就是个复制嘛 也就是说 它是可以来复制 是你的咒语的 但是 哎 前面这么多定语嘛 这么多条件 首先是你操控的 也就是说你是不能去复制别人的 对吧 不能复制对方的 然后什么叫未经释放啊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讲讲什么叫未经释放 好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咒语啊 咒语有哪几来 咒语首先这个瞬间对吧 生物瞬间反术结界 神器 彭洛克 那么对于这张这个涂鸦加流芳来说 这些都是OK的 因为它都是属于咒语嘛 但是呢 它什么东西是不能复制的 异能和 效应它是不能复制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也就是说那些这个已经在场上的这个 牌或者是你手里的这些牌 有一些这个ability 是可以发动的吗 就比如说像那个武道家族里面介绍的这个循环啊 或者是之前的上上一个系列里面的这个魂列就是channel 从手上虽然说也是发动的从手上发动但是呢 它是算是异能啊 实际上就跟spell是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就是说这张牌是管不上的 那么 呃效应嘛 就是effect就是什么什么的一种效果嘛对吧 那么这两个是 不受他管的啊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对吧 什么叫未经施放 wasn the case 啊 呃这个我们呢首先来看一下 关于cast 呃什么叫释放咒语 那么释放咒语里面呢实际上这边说释放咒语 指啊 将其从当前区域通常是手牌啊 放进堆叠且支付其费用 从而令他可以在结算时产生效应对吧 然后呢下面 具体两个部分啊释放咒语分为两个部分咒语的声明和 确定 及支付费用 啊实际上应该算是三个吧对吧 声明 确定和 付费 那么 呃主要就这一块啊 那么其他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暂停一下然后仔细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先 看一下 他首先是一个 声明 我理解啊 就是 丢出去嘛 对吧 声明 然后确定和支付费用 但是 这边有一个 支付费用的这么一句话啊 那么根据一个名人说的 不给钱 那就不算卖咒 那么 咱们零费 不支付费用 算不算释放呢 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对吧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什么叫零费啊 对吧 什么叫零费 那么之前关于这个叫什么神器流的视频里面 有说啊 就是比如说你说像我有一个 这个牌对吧 然后呢我场上面有好多好多 好多以后呢 你看啊 你施放的神器咒语减少一来施放 对吧 然后 然后我比如说有一张这个 然后场上有很多张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 二 就变成了零了吗 对吧 或者是说像这种这个 载具 也是会 呃 因为他是无色的嘛 然后就会变成零嘛 对吧 那么 如果说 呃 场上我有这个 狂热 驱械师 我有这个的话 那么我剩下来的这些 神器啊 零费释放 那么算不算释放呢 啊 那么其实呢 大家仔细看 这个 狂热 驱械师的这个介绍也就知道了 他说的是你 释放的神器咒语减少一来 释放 对吧 实际上也就是说你不管是用 零费 还是几费 你这个 生物 或者是这个 神器 从你的手上 到战场上面 虽然你是没有付费的啊 但是呢 他也是一个 释放的过程啊 这里很明确的就已经说了 这是个释放的过程 当然了 我在游戏里面也去试过了 确实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刘芳那张牌 是管不上的 也就是说 不给钱也算卖 不对啊 实际上应该算是零花费也算 释放 那么这一点 首先我们是要确认好的 好 那么 Warsen the case 就像我前面说的啊 为什么要拿英文出来 那么我就纠结在这个上面啊 Case 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个单词呢 那么如果说 有一张牌 上面没有用Case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算是 Warsen the case 举个例子 就好像是这个叫什么 五大家族里面介绍的有一个结界对吧 然后他这里面 眼壁里面呢 是会先 这个是什么 放逐一张牌 然后压在底下 然后呢 你满足一个条件 这边就可以 大家仔细看啊 这边 你可以使用 所放逐的牌 而 且不需要支付其 法术费用 对吧 使用 这里 既不是 释放 然后旁边呢 是 You 没 Play 对吧 Play 不是Case 那么这个可不可以 又比方说我们之前那个格布林流里面也介绍过的这张牌啊 就是黑牌流 专门黑别人牌的牌 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也是有关于使用和Play的一个说明啊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一个未经释放的这个 含义 也就是wasn the case 是不是包含 Play 和这个使用 也就是说使用是不是释放 对吧 那么我们回头看一下关于释放咒语的这个介绍啊 就可以看得到了 实际上 他这边 这个一些效应依然是使用一张牌啊 使用一张牌表示 那么 实际上呢 是和释放是一个意思的啊 啊 这边 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了 实际上就是 Caste 和 这个Play 实际上是 一马一丝 也就是说 零花费 是不行的 不算 未经释放 然后呢 使用 就是Play 也是不行的 那么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 是什么 就是说 我扔出去一张牌 然后呢 被对方 Count 也就是被反击了嘛 对吧 相信大家应该 都有 在玩游戏的时候 被别人 这个Count的经历 经历啊 那么这个被反击的这张牌 也就是被Count的这张牌 算不算未经释放 因为毕竟 没有到战场嘛 对吧 这里呢 就是很不幸啊 为什么 大家如果回想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在释放你那张牌的时候 即使被对方Count了 你的费用实际上是花掉了 那么刚才关于 释放的两个步骤里面 实际上就有 这个花费的这个步骤的 所以说 被反击 也就是被Count 也是不算在 未经释放的这个 怎么说 范畴内的 这一点呢 实际上我在游戏里面 也去实验过了 确实是不可以的 那么现在就来 公布答案 实际上未经释放 也就是复制咒语的意思 那么有人呢 可能就一下子没有听懂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是被 复制出来的咒语 就算是未经释放的咒语 那么这个复制咒语 是复制的spell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里面 它是 你比如说有一个神器 在你的操控下进了场 你可以支付一 若你如此操作 则派出一个 衍生物 这个衍生物为 该神器的复制品 这种是不 可以的 因为 它实际上 它的技能里面 它是对那个神器 来做了一个复制 而且是派出的一个衍生物 它并没有对你的这个spell 来做一个复制 所以说呢 它复制出来的这个东西 是不可以由这个 涂鸦加流芳的这个技能 来再复制的 那么也就是说 复制是 得是一些对咒语 实施的 这种复制 才可以 那么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复制的话 实际上我之前的 关于 法术复制 的这个视频里面 也有讲过了 就比如说讲这三个 对吧 这三个就是对法术 进行复制的 那么因为 这个 涂鸦加流芳里面 并没有说是 生物还是 别的什么东西 只要是spell 都可以 所以说呢 像 这个瞬间和法术 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由这三张牌 复制出来的那个东西 就可以 激活 涂鸦加流芳的这个技能 然后你只要支付 一费 叫一蓝 然后type掉 涂鸦加流芳 就可以再复制一下 也就是在复制上的复制 有点绕口 那么 这三张毕竟都是对于 Instant 和 Sorcery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牌 实际上这张牌和 流芳这边配合就会更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张牌呢 是属于 每当你释放神器 瞬间和法术咒语时啊 复制该咒语 那么多一个神器嘛 对吧 多一个神器的话呢 对于一些神器流的人来说 那么 他上场以后 你上一个神器 这张牌就对神器 进行一个复制 对吧 那么然后呢 他又对 复制出来的spell 再来 做一个复制 也就是一次性 可以上三张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他这边什么 复制目标 由你操控的 永久 物咒语 永久物是什么 就包括生物啊 包括什么 彭洛克 等等等等吧 就是等于说是全包括了 也就说这张牌 和这个流芳 配合的话呢 你就可以复制 所有的 怎么说啊 东西的 不管是法术 还是这个什么 生物 还是什么结界 对吧 神器 什么包括彭洛克 通通都是 可以复制的 只不过呢 就是 有一个 比较大的限制 就是他的 费用要求 比较高啊 你看这个 复制法术 他只要两费 对吧 这张牌的话呢 虽然他自己是 七费啊 但是呢 他的这个技能是不需要 费用的 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先上了这张牌 对吧 然后第二回合 你再去 释放这个 神器呀 或者是法术啊 之类的这种东西 被他复制呢 是没有费用产生的 但是他这个呢 就是 你比如说他在场上面 然后你 上一个生物 那个生物本身有 就是有费用的嘛 然后你还要再加上四个费 对吧 然后你还要再加上 刘芳的这个 两个费 那么这个相对来说 费用的要求 会比较高一点啊 呃 这个呢 就看大家 怎么玩了 那么 除了这几个 复制 哎 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 别的 复制的东西呢 就是 新卡佩娜嘛 对吧 我们之前在介绍 五大家族的时候 关于 决意门 他里面有一个催命 Casualty 对吧 我们说过他就是 在你释放这个咒语的时候 你可以牺牲一个力量 等于或大于 即 这边是一 就是一的生物 当你如此做时 复制此咒语 也就是说这一张 带有催命的 异能的 卡 它本身就有 复制自身的这个功能 那么自己复制出来 然后再加上 对吧 刘芳的这个技能 那么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除了这张牌的费用 再加上刘芳的这个技能的费用 你就可以把这张牌 放三遍 当然了 你得牺牲一个 这个生物嘛 对吧 这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 因为 这个叫什么 新卡配呢 因为是比较新嘛 所以说 有可能对于 他的这个新的机制 大家还没有 太 熟悉 记得住 所以说呢 在这边就 特别拿出来介绍一下 他这个 也是一个复制的这么一个机制啊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玩法啊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土耀家流芳和这个双重主修这两张牌 配合的话呢 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出现 那么首先为什么是双重主修呢 主要是因为他复制的这个是生物啊 而且呢 他是一个费用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那么最关键的呢 是他的复制品不是传奇啊 也就是说 被他复制出来的这个衍生物是可以和 传奇的 原来的 这张牌 一起存在在战场上面的啊 但是别的一些 复制的牌 如果说他上面没有说 复制品不是传奇 那么他出来的复制品的就是传奇啊 那么你就要在 衍生物和这张牌之间选择一张留在战场上面了 那么当然了 你如果说有这个镜像盒 对吧 那么 也就可以突破 传奇生物的这个规则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玩法 首先就是你得战场上面有一张 流方啊然后你手里有一张双重主修然后又有一张流方对吧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 当然了就是先打流方嘛 对吧 打流方的时候 还没上场啊 只是 但是 到旁边去的时候呢 你的双重主修一般来说就会亮起来了啊 那么 这里我们的前提就是 这个叫什么 费用足够多的情况下 你这个费用不够的情况 我们这边是不考虑的 那么费用足够多 那么我又可以用双重主修了 那么我双重主修一上场 它是发生什么 我们来看这边 就是复制目标有你操控的 生物咒语对吧 它就复制 就出来一个复制品 然后这个时候 场上的这个流方 我就可以用它的这个技能了 对吧 我用它的这个技能 但是呢 看上去只能用一回嘛 因为它用完就tap掉了嘛 好我们来 对 被这个复制出来的这张牌 来进行复制 那么当然用的是 这个 厂上的这张牌 对吧 然后呢 就复制出来一张了 这个时候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情况 下一步呢 就是 它当 当然是安顺序进场了 然后 这一张 被复制出来的流方就进场了 你不要忘了 它是有flash的 然后又有hist的 我刚才说了 hist它是和下面的技能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 它一上场 这个下面的技能就立马可以用了 那么就非常有意思了 就和刚才的操作是一样的 对吧 它现在立刻马上就能用 然后呢 我们又用 这个 复制的衍生物的这个技能来复制 第1个被复制出来的衍生物 然后又有这个衍生物对吧 然后下一步 我们的衍生物又上场了 啊 就这样 循环往复 循环往复 只要你废数足够多 只要你这个地牌能量足够多 你就可以复制出一大堆 这个 涂鸦加流方 当然了 在最后这张牌 呃 这个上场的时候 你还是要选择 这个涂鸦加流方 两张 两张这个 传奇生物嘛 因为 复制出来的 它并不是传奇 所以说呢 是 无所谓的 有多少都ok 但是你毕竟 这张就是原始的这张牌 和你场上的这张牌 两张都是传奇嘛 那么那两张里面要选择一张 留在场上面 当然 如果你有镜像盒 那就 不用选择了嘛 那么到这里 有人就要问了 虽然 这张牌 呃 叫什么 他又有闪现 又有守军 又有这个敏捷 然后又能复制 挺好用 但是他没有攻啊 而且他是守军啊 他又不能攻击 我要那么一大堆这个 这个叫什么 流方又有什么用呢 对吧 呃 你有这张牌 我刚才也说了 你不是释放神器的时候 可以对他进行复制嘛 那么也就是说你打神器流的时候 呃 但是如果说你场上就只有一张这个牌 对吧 然后呢 你有一张这个牌 那么 你上一张神器 一共可以得到几张神器呢 你一共是可以得到三张啊 原始的一张 被他复制的一张 以及被 流方复制的一张 对吧 三张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大堆流方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一大堆的 那个神器了 那么这个就会 很牛逼了嘛 对吧 然后呢 你比如说像这个 刚才也说了 这个引擎 它是可以复制生物的吗 包括什么 其他的一些 呃 什么结界啊 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复制 当然了 他的这个费用相对来说要求比较高一点 但是 如果你有足够多的话 足够多的这个流方的话 那多多少少是可以再多复制几次的 也就是说也是可以有一大堆的 比如说结界啊或者生物啊 之类这种东西的啊 那么这也是一种玩法 然后呢 哎 新卡佩娜里面我之前也说了他彭洛克一共就三个 但是呢 他的这个彭洛克他是有催命的啊 彭洛克带催命也就是说你场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流方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 上场你场上面有那么一个生物的话只要不是零工啊 那么他就可以有两个 怎么说彭洛克上场了 那么如果说你有一大堆这个流方 哎 而且他这个 彭洛克你看他这个费用并不高啊 他只有三费嘛 对吧 然后 流方的技能也就是有两费 那么如果说是在中后期的话 实际上你是可以搞出一大堆 这个彭洛克的啊 那么这张彭洛克就比较厉害了啊 这张彭洛克的话 他催命是催命X也就是说他的这边的这个点虽然说原始的这张卡是三个点对吧 但是呢他是说如果说你那个叫什么啊 牺牲掉了一个 力量 大于 X的生物 等于或大于X的生物 那么 这个时候呢 你复制这个咒语所产生的 复制品啊 是 这个这里的这个数字就是那个生物的 力量啊 我们假设就是个3 我们假设就是3 3然后你复制一大堆出去了对吧 然后你就有 比如说678789 9张这个东西 我们 不放大招 我们 不说他放大招 我们就来 看他的这个 加1呀 他上面说的是什么 对于每位 对手 除非 他丢一张牌 否则 就失去两点生命 这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先不看他后面给自己加血的这一块 我们就看他前面这个 让别人丢牌 或否则的话就 失去生命这一点 这个就比较牛逼了 他 你比如说你有5张在上面 那么起码 对手要么 减10格血 要么丢5张牌 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做一个选择嘛 对吧 丢牌或者是减血 来那么这个呢 也就比较猛了 那 如果说你场上面 就是在这张牌上场之前 你场上面有一个 比如说这个 我们就说他是七弓吧 对吧 七弓的话 那么你上场就可以用他的大招 他大招是什么 目标牌手摸 七张牌 且失去七点生命啊 你如果说被复制出来 我们少说就 三张吧 对吧 呃 你原始的这张当然是三了 但是你复制出来的那张 比如说是七 那么你复制出来三张这个七 然后你对着对手使用下面这个 大技能的话 那就是 三七二十一了 对吧 虽然说他手里有二十一张牌 但是呢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他应该就是扛不住的 而且如果说他对方手里并没有那种 对于手牌限制的这种牌的话呢 那么他下一回合开始 他还是扔掉很多牌的 当然 不建议 在干不死对方的情况下 去给对方摸太多的牌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能够上 这张和刘芳来做配合 要上很多很多张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已经很后期了 很后期的话 对方应该是会有很多地牌的 然后你如果让他对方的手里有了很多很多牌的话 是一件非常 危险的事情啊 所以说 用大招 基本上就是想办法把它直接干掉的 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这里说的这几种玩法 也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的一种玩法 当然了 也是一个思路了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去玩一玩 对于 涂鸦加刘芳的这个说明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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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